大家好,欢迎来到长江修理美,我是长江老师 我现在呢是在华大圣路易斯的这个校园里 大家看啊,这是一口中国的这个顶啊,三族这个顶 这是呢一个秦朝的顶,当然是一个复制品了 这是复旦大学呢,送给华大圣路易斯的一个礼物 那后面这个楼呢,是华大圣路易斯的商学院 叫All-in Business School 这个学校呢,其实呢是非常的受中国学生的这个青睐的 在很多的这种学术界啊,工业界啊,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咱们进去看一下啊 这个学校非常漂亮 我每次呢来这儿呢都非常的这个振奋,非常高兴 咱们先看这左手吧,这是一个像是一个天井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边呢,是往下延伸三层楼的开放的一个报告厅 很多人去过不同的学校啊,其实呢,感觉呢可能是不一样的 因为有的藤校吧,比如说呢,他就注重自己的历史啊,那什么这个楼都是爬满长青藤 然后呢,都是这个石头的建筑,然后呢,窗户小小的,这个墙都是黑不溜休的 那他有他的这种感觉,就是你摸一个门,那都是三百年的这个门 到这个Washu的这个学校呢,这是非常的这个现代的这样一个感觉 你看这些这么大的这个落地的这个玻璃 那白天这是很多人的,学生都在这儿学习啊,在这儿讨论 那么呢,这个Olive Business School呢,他在这个商学院里面的排名呢,是非常高的 他有几个项目吧,他们从本科来说起 他的本科呢,就有这个Business这个专业 其中呢,他有这个像Finance啊,还有呢,这个学校有这个Finance Engineering 那Finance Engineering呢,只开这个Minor,不开这个Major 就是只开辅修专专业,不开主修的专业 本科在这个Olive的这个学生呢,我的印象中呢,是每年呢,大概是两百人吧 那这个学校呢,还有研究生院,就是这个叫Graduate Program 这个研究生院呢,他每年呢,大概呢,要招一千二百人 而且在这个一千二百人当中呢,有招非常多的国际学生 尤其是中国学生 那他很多专业都非常好 比如他的商业分析 呃,会计 这都是非常好的这个专业 那么 国际学生在这儿呢 呃,你看也是能得到 很好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环境 和学校的这个教育 那么,Washio这个学校呢,他的地处呢,是在美国的中部 他的这个地位啊,有点像华大西亚图 就是他在周围的这个五六个州里面 像Mizuri啊,Kansas啊,Tennessee啊 他呢,是最好的这个学校 没有很多跟他匹敌的这个学校 比如他最近呢,可能就是芝加哥大学 那你还可以开车要大概五个小时 所以呢,在附近的这些 呃,州呢,他有很多的这个雇主 是非常任这个学校的 而且这边的这些雇主呢 那很多都是 非常的呃,有实力的这种传统产业 比如大家知道 像孟先都做那个 药物和做 种子的这家公司 他总部呢,就在这个 呃,圣路易斯 那以前呢,麦道飞机 现在就是波音了 麦道的总部呢,也在 圣路易斯 还有周围的这些州啊 坎萨斯啊 什么Oklahoma啊 那这些呢,都是工业和能源的大州 所以呢,在这儿的这个就业呢 如果你是搞这些行当的 那么还是很不错的 但你说呢,我就要搞 呃,金融 那可能呢,你还是要去 呃,纽约华尔街 或者呢,你说呢,你就要搞IT 那可能要去硅谷 呃,对吧 但是呢,就算是这些行业的这些公司呢 呃,也是 但是,经常呢,是来 Olin商学院 来这儿来找学生的 那学生呢,他要争取一个更好的这个未来 我在半年前吧 这个,在城堂收留美的采访过一个 我们在这儿的一个学生 他呢,是中国本科的 然后来这儿呢,读这个硕士 他就在找这个夏季的实习的时候呢 找我们后人 帮他做这个面试的指导啊 呃,做这些帮助 那么后来呢,他拿到了三个offer 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这儿呢,这个商学院呢 还有一个特点 我就多说了点吧 就这个学校呢 它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学生啊 那老师啊 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都是非常融洽的 而且呢,这个学校 他的很有钱 把资源很多 你一看这个样子 这就是很有钱的这个土豪样 所以大家很少呢 就是互相的来内卷 呃,互相之间呢 他们的这种支持啊 帮助啊,还是比较多的 这是这个学校的一个传统 那这样的更有利于学生 呃,完成学业呀 呃,找工作呀,就业呀 呃,学生的整体呢 在美国的发展 好吧 那这个欧林商学院呢 就简单介绍到这儿 这是一个 非常漂亮的学院 排名呢,也非常好 也非常值得来 好,那今天聊到这儿 我们下次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